成龙老了,周润发老了,周星矢老了,只有他63岁仍旧像30岁。 成龙,1954年4月7日出生于香港中西区,祖籍安徽省吴湖,中国香港男演员、导演、动作指导、制作人、编剧、歌手,现在成龙大哥也老了。 周润发,1955年5月18日出生在香港南亚岛,籍贯广东开平,中国影视演员、摄影家、国家一级演员,现在周润发也老了。 周星矢,1962年6月22日生于香港,祖籍浙江宁波,中国香港演员、导演、编剧、制作人、商人,毕业于无线电视议员训练班。 现在周星矢也老了。 费玉清,本名张燕亭,1955年7月17日出生于台湾省台北市,祖籍安徽同城,中国台湾男歌手、主持人,成龙老了,周润发老了,周星矢老了,只有他63岁,仍旧像30岁,长得是真的超级年轻呀。 费玉清在家中排行最小,第三,子子是费真灵,横竖法师,本名张燕琼,哥哥是张飞,本名张燕鸣。 父亲张燕琼,曾于2009年获选第35届全国模范父亲,于2017年9月21日病逝,享受96岁。 母亲唐秀霞,于2010年7月17日病逝于台北荣民总医院,享年85岁。 1972年8月底,费玉清参加中国电视公司举办的星对星歌唱比赛,获得该比赛第二阶段,共六阶段,的冠军。 1973年3月9日播出总决赛,费玉清以一曲烟雨斜阳获得第四名,正式出道,成为中式基本歌星。 费玉清在入伍当兵前一个月,经费真灵介绍进入当时台北市南京东路著名业总会迪斯小业总会唱开场,颇受好评。 费玉清兵一介绍,中华民国陆军996T4,初期集训地点为新竹市普顶,集训结束后,费玉清以一曲线。 一个人,考取陆光义工队,负责军中康乐活动,直到退伍。 费玉清早期的一名是费玉清,后来改成费玉清,而在此之前,演唱时总长头养45度角。 费玉清早期的一名是费玉清。 费玉清与婚姻曾擦身而过,在甘多岁时认识一位日本籍演员安景千惠, 1981年双方在台湾举行过订婚仪式,但费玉清到日本拜见女方家长,因女方家长希望费玉清入赘而婚事作罢,从此费玉清便不再有结婚的念头了。 1984年第十九届金钟奖,费玉清获得电视金钟奖男歌唱演员奖,自此被誉为金钟歌王。 费玉清与张飞在合作主持台式《龙兄虎弟》时,由于综艺大哥大张飞被称作《飞歌》,故费玉清被称为小歌。 2006年,费玉清与周杰伦合唱《千里之外》,并收录在周杰伦童年大碟依然犯特息中。 费玉清主持节目时,专场是模仿其他歌手唱歌,故被称为九官鸟。 在秀场时代,费玉清以蒋黄色笑话文明,其蒋黄色笑话功力之强使得她在演艺圈素有秀场皇帝之称。 2012年,费玉清在天津卫视模仿秀节目《王者归来》当评审,费玉清讲了一段黄色笑话,主持人赵忠祥直言你这个笑话恐怕不能播,我主持这么多年第一次接不上话。 2015年后,费玉清的黄色笑话合集在大陆社交网络上广为传播,又被网友和媒体称为费玉巫和巫妖王。 费玉清在公开场合相当注重仪表,每次登台都会穿西装,1980年代以前则是西装或中山装,自出道以来从来不变,故被称为演艺圈公务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